美鳞琳嗯 男跳人 字幕志愿者 郭文贵 字幕志愿者 郭文贵 字幕志愿者 郭文贵 就是因为没有道行 然后我一下就开始放聚空 然后我也想你说再坚持几分钟 那你下次上桌你就睡 你睡醒来继续做 你聚空你就睡 睡了十分钟半个小时 他就醒来了 但是任何一个时候 不光是早上 中午 下午 晚上 他只要度过一个小时 肯定放好 可以了 一个小时以后有许睡觉 睡醒了继续 你就在坐点上睡 怕啥呢 一个小时了他不会 一个小时就可以空了 你觉得坐了一个小时了 我空了 其实你还是不重视这件事 说我能不能不空 你认为这个还是大家聊天的一个话题 你真的没有觉得 把它当成很严重的事情 如果当成了你就不会 就是你是 你看我们很简单的了解 就是说 我坐了一个小时 我开始居于空啊 什么你是大家笑或者什么 你是其实很随意的 这件事对你不重要 你要不空去改变这个事情 对你不重要 你只是聊天的一个话题 你要真的想改 你不可能做不到 你真的想出道 你绝对做到了 你就是不想做高速 就是不想嘛 就是这件事不重要 知道吧 我们所有的聊天的时候 每次 其实我们聊天 你只是说一个你当时的状态 你当时就是一个小时 空了空了 爱讲了 我腿疼 我胳膊疼 但是你没有去 有时候有 有时候有 但是刚才这个睡觉 你肯定没重视 你觉得 我已经一个小时了 我可能会 其实你心里知道 我可能打个盹一会就醒来了 你不认为它是个什么事情 承闹的紧迫性 或者什么 其实蛮不重要的 对你 你真的没把它当回社局老师 是这样的 你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你认为那是 你真的会警觉 警觉 你真的觉得生命苦短 但惜或佛 我们可能会 在临终以前解脱不了 你怎么会不警觉 生命的死亡对你很遥远 就算现在死亡 你都无所谓 大不了老师就堵 就是你是不在意这些的 能玩一切就玩一切 就是有时候啊 还是就是不是很重视 但是也不是说 绷得紧紧的 把心绷得紧紧的 哇很重视 不行不行 我今天怎么又睡了呢 哎呀难受死了 也不是这样啊 就是这个堵啊 松紧就是 哎问自己 我真的真的重视这个 这一刻的计划 我真的重视我上座的 这两三个小时吗 一天我就做三个小时 那么我真的很重视 这三个小时 能给我带来什么 或者是我能够修个什么出来吗 你就开始重视了 你的警觉就会随时 一旦你空了 你可能有各种方法去 去 你看以前那个考研究生 考博士那些孩子们 突击要考吗 你问问他们 你问问那些 就像王伟他们俩三天复习 一大堆资料的那些人 那些学霸 那些考试的 困的眼睛真的是 到四五点困的不行 去那个冷水 那个 你看那个水落头 沙拉拿凉水洗了点 马上就又坐在那 考大学上前如此 所有的考过大学的那些孩子们 都那样复习过 困了 那难道不困吗 古时候人家困的 同学俩锥刺骨 把头发掉在房底上 拿锥子杀自己 水不困啊 人家要考光明啊 要考大学 古时候是要考赵远 你现在是想考 想成佛嘛 是吧 问题是你就没有 没有觉得有什么 是不是 你没有想过任何办法 去克服这个空 就是你没有去对峙他 就是不重要 因为这没有公民重要 所以你觉得 我今天睡过去 我明天继续做啊 我可能明天就不空了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而且一个小时 已经很厉害了 不是不是 关键我从前不会念学 我爸爸妈妈关键 这个念学又扯到一下关键 我是举个例子啊 就是他们考大学 都上前那样 那我们考成佛啊 你想 这个考大学也没关系的 不是 就是那个偷懒和脚 总是觉得你 你奔得很紧 也不是走到 另外的道上去 那他到底是这个 神经松懈了是 我也不是一直睡 我 我觉得 寺院里不是有时候 荒城的他到一个 他有行波州嘛 他就站着那个座爹 站起来走一走 也是怕能打瞌睡 第一他都会站起来 让着生人走一走啊 第一是怕打瞌睡 怕红唇 第二呢 活动活动关节啊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做久了 腿关节交易 就走走几圈了 叫行箱嘛 行箱 然后呢又坐下了嘛 嗯 你可以站起来走走嘛 不是什么 就走 就还没打瞌睡 我都走 一坐上去 然后晃晃了 也觉得很快 然后就那么 没有了 还没到时候 没到真正的认真 对待你的休息问题的时候 要成一个就是 很好的一个 喜欢的东西 这个是最不辛苦 就是你很喜欢打坐 很喜欢坐在坐垫上 就是你如果是能这样的话 打坐就很舒服了 就是 就把它变成个习气 就是就是修炼修炼 你打的时间久 就是成了习气了 以前很长时间不打坐 真的是不舒服 每天不打坐不舒服 这个就很不那么辛苦 打坐就觉得是很正常的 就觉得反而是很舒服的一件事 就是习惯打坐 习惯打坐 慢慢的修 真的 如果你习惯了 以前就像 除我自己的修 你习惯打坐 还闭关的 那个时候你 有一段时间 你假如说病了 或者做什么 你没有打坐 你真的重新坐到那坐垫上的时候 悲喜交集 就是觉得你真的哭出来 哎呀我又回到坐垫上 就是你觉得 哎呀这个坐垫就是那种习气了 你回不到坐垫上 好像就回不了家那种感觉 哎呀我又回来了 又坐到坐垫上了 就是那种 这么久了 没没坐 然后甚至说 你隔两天 你就想一个人对着墙坐呀 就是那种习气 就是就 就想一个人 呆在一个空房这里 然后对着墙 对着势必哭哭的那种感觉 就喜欢 就是隔一段时间 你就想有那么 两三个小时 你觉得那是你 瞧走自己的最佳时候 但是随着时间 你也会放弃 也是个习惯 但是那个时候 你就觉得闭关啊 打坐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就没觉得他多辛苦 反而觉得 出来猴扯做事很辛苦 然后那种就 休息就比较简单了 就根本就不需要说 因为他变成你的喜气了 诱惑你了 这种休息就是诱惑 打坐成了诱惑 就是你坐坐坐坐 就想去屁股挨着那个坐垫床 就是反而成了喜气 还得放弃 还得放下 还得坐在凳子上 跟坐在坐垫上 睡在床上一模一样 感觉 还得这样巧 对着很多人跟你一个人 待着一模一样 那种心态 还得你还得这样调过来 就是说轻松了一点 您讲的择场休息 在这个阶段 还是尽量选择一些 就像在正节的那个场 我觉得有时候 真的不是不觉得就 如果你觉得择场 对你还是有帮助的时候呢 你就都是个善巧方便吧 现在也没有什么一定要 或者不一定要 如果这两天 自己真的无力自拔 觉得很烦躁 不安 选择环境还是蛮重要的 就是选择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很难找到 能让自己脱空的那个地方 有时候不会对手 我出去走到一个远方 就能达成 有时候只是 甚至时间让我慢慢 遗忘了这个 甚至那个又恐伤了 还是这样 熬过去 还是 就是承受过去 熬过去 还是换场去建筑这个熬 我觉得 还是看你的音乐 那一刻 因为我们就是有时候 选择了去折操 然后音乐不到也不用 你假如你去不走家 你也过不了 是吧 有很多音乐的成熬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